裝上彈裂 連環開火 這是俄羅斯軍艦發射炮彈大秀海上軍事肌肉 俄羅斯從週而開始展開自蘇聯解體以來俄國最大規模的海軍演習 這場為期七天名為大洋2024戰略演練 號稱範圍擴及太平洋 北冰洋 波羅的海等13個海域 而且陣仗更為驚人 出動九萬多名官兵 四百多艘艦艇 一百二十五架軍機 還有七千五百多件武器裝備 俄羅斯還揪上好麻吉中國大陸 解放軍派出四艘軍艦和三架艦載直升機 聯手在海上進行假想敵 實彈演練 大洋2024戰略演習仍在持續當中 在俄羅斯以東的太平洋水域 俄羅斯使用水面潛艇 潛艇以及遠程戰略轟炸機 對假想敵目標進行了精準打擊 這場被俄羅斯總統普欽稱為是30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演習 明顯是要對抗西方世界 回到烏爾戰場上 俄軍宛如回春一樣 在庫斯科地區展開絕地大反攻 不僅投擔炸毀兩輛烏克蘭坦克 還建造新的浮橋來代替上個月遭烏軍炸毀的橋段 俄國高階軍官更聲稱已經奪回十個被占領的聚落 美國五角大廈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都坦言卻有歧視 俄羅斯總統進行了對抗俄狀態 這是我們的一個由英國的方法 俄羅斯總統開始進行反攻略役 虽然無美都說 俄軍的反攻目前未對 库斯科战局造成重大影响 可是普欣的军队却日益加大 对乌克兰东部前线的攻击力道 俄国的炮弹攻击 不只造成乌军大量死伤 甚至还夺走三名红十字会的成员 据如何治疗战区的伤兵伤患 CNN独家一探究竟乌克兰保密到家的 移动式火车军事医院 只要被送到前面 眼前这位35岁代号Positive的军人说 尽管他因无人机攻击一而失聪 而且就算打得再累 他的灭敌意志不会改变 乌军面临军备不足的压力 或许可以得到缓解 因为美国国务卿布里肯暗示 华府有意开绿灯 放心乌克兰使用西方长城武器 深入攻打俄罗斯境内 尽管外媒报道 美国似乎不会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元武器 而是先放弃英国暴风之影巡弋飞弹 和法国的巡异飞弹 但俄罗斯总统普钦根本不甩 强硬市井一旦这么做 等同于西方各国直接向俄罗斯宣战 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表示 俄方毫不怀疑 西方早已决定解除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 攻击俄罗斯领土的限制 现在是试图在公开场合美化这一决定 就在此时 俄国联邦安全局FSB指控 六名英国驻俄外交官 疑似参与间谍情报活动 因此撤销身份验证并驱逐出境 这是否与放行武器限制有关呢 时间点可说是相当敏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